在众多骑车竞争激烈的市场下 五菱车在市场上还是能说得上话的 这也足以说明这车的质量还是很有保障的 但是最近有位车主的五菱车 却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连五菱车开了八万多公里 车主说之前一直开的挺好的 可不知道最近刹车导致有奇怪的声音 本来没在意 但后来声音越来越大 思来想去 这位车主还是觉得放任不管肯定不行 然后他就把车开到去维修的地方 请修车的师傅检查了 修车的师傅不看不要紧 把刹车地方插开一看 出事让车主后怕起来 原来啊 之前一刹车就会出现奇怪的声音 是因为刹车片就出现一个小节 后半节已经磨没了 可想而知 如果继续以这样的情况行驶 很容易出现刹车失灵的状况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稍微不注意可能还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修车的师傅询问车主 平时这辆五菱车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车主说只要拿来拉货 但是对车的基本保养还是有的 也没有过其他的大问题 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 而对于这种情况 修车师傅建议车主换掉刹车片 换一个新的 声音就会没有了 果然换了之后 咋音就没有了 看到这里 前面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 各位司机师傅们 在自己的车友一响时 一定要下去检查一下 避免安全隐患发生 像这位车主情况 幸好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开车前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